議員當然,在這裡 我也在這裡聽到我們陳怡娜議員 我也很認同她的看法 但是咧 其實委政議員的看法更認同 但認同當中 我在給我們的教育局提供 過去上個會期 我也跟你們講過那個北北吉他 他們12年國教的版本 我也有給你們提供這個北北吉他們的版本 這兩項我們是西項 西項當中當然剛才委政議員說到 七項當中有每個孩子在餓的地方 有很多他們對救命的幸福 跟對他們的幸福都不一樣 但有西項有西項的選擇 當然有可能那一項它的優點 你如果訂了兩項 有可能他們另外一 它的優點沒有辦法發揮出來 或者這點我也說 希望我們教育局不用去教 我們忠實 為了下一代 為了教育 要如何把教育 提升到我們未來是我們的主人翁 這是我們目前在提到那個 12年國教的重點的意義 當然我也一直要呼籲我們教育局 要如何我們家長 知道我們12年國教的好處在哪個地方 要如何把我們每個地方的家長 認識到我們12年國教 他們我們用這麼多的心 在這裡付出這個12年國教這個代價 要如何推廣到家長的賣 在想說啊 12年國教 下去會做成 啊 孩子不知道 要發展前 是要發展哪個方向 這不是說我們教育局這邊要多用點心 讓每個 讓我們整個大高雄的 這個區塊當中的家長 認識12年國教的重點跟意義 這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12年國教的重點 在這裡大家在關心的 總是我們是為了我們的主地 我們的主地的教育 教育要如何去教育得好 這是我們整個我們國家的競爭力 這是我們今天在這裡討論的 我相信 我要拜託我們成那一員 預算歸預算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教育12年國教 是不是跟我們成那一員 互動到一個詳細 就在這拜託我們成那一員 是不是我們預算歸預算 這個 這個我們的 這個我們的 主人國教 一些版本當中 是不是有一個 大家討論到一個 共同點 以上 我在這裡跟我們的教育局長 提供讓陳議員知道 我們七項的好處在哪個地方 在這裡 希望局長跟我們陳議員 這一個互動 謝謝